大鱼的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跟台湾的朋友聊聊天,说说话,了解一下澳湖上面相关的一些小的知识 我手上拿的这个呢,就是明清时代的家居掉,我们已经开成半层级的板头 先听听它的声音 另外再听听另外一个板头声音 第二块这个Vito相当于比较高一点 用琴都是家居掉的,所以我们在做琴的时刻 像刚才唱的两种声音 不一样的声音,我们不会大併所有的情况 我们会对应的就是同样的声音就变在同一个情统上 那会使它二无的声音会更稳定一些 这样大併的声音到好的是什么程度都不太明白 再听听这个 所以说这个声音听起来也很清脆的 但它的纹路是 看一下这是没有植物路的那种 就是我们会做 就是会把这个没有植物路跟植物路的那个 精气面跟重气面的那个呢 我们要单独分开做 这个这个做的行动 档次会下单位会低一点 像植物路这个 下单位档次会高一点 万一遇到这个就没有植物路 也没有这个 就是综合性的那种 我们也会做另外一配的行动 根据什么程式行动 配什么样的行动 这大道就是没把这个效果都认识 大道就是还在洗完 我们再认识一下这个 风抽料 风抽料呢 现在呢 这个是经过多少的风化 形成的这种外面的这种 这种叫风化成 啊 等我们交流完一个呢 可以给夏宁老师拍 拍图片 就是抛光好的图片 传到这个社图上面 供大家参考 这个是很 这个是 然后国力区的那种 设置都挺好的 你看 你看这么厚的摩柴 它都会笑就当当的 你要做上厚厚板子的厚度 就是两块板子的铸材 也得铸材来说 这也是很棒的 但是我们讲的这个木材呢 都讲的都是 顶级的木材 好木材 分享了那个 你要是说 一般的木材 我们就不一一做分别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绑皮那种 看绑皮的一些流程 因为我们在雪皮的时候 尾部 跟前面部分的那个呢 就是 一条满皮 从整个 就是 解决是从尾部开始 尾部第一块厚的那个 尾巴是不互动 不位 是 无效不位 基本上没用来做 做低浪经浪 从尾部第二块开始 你看这个就是 基本上是尾部第二块的 就是有好好的品质的 韧性比较好的 我们会用的就是 旧料以上 除非子弹除外 旧料以上 光上再去的地方 去过两三块以后呢 就萌新的子弹 黑弹 鸡蛋的那些 好的呢 我们会放在那个 风车料跟明星家具的上 这个皮板都是可以的 给大家分享都是 高端高端品质的皮子 没中低浪的就不跟大家分享 这个皮子的那个 半层型 就是皮子弹结好了 我们经过加工 红边 然后到这个空摩 这个阶段 这个桶子是 是一样样品中的 就是这么套皮固定一起用的 然后呢 就是选皮的呢 画完尽量是要放在 中间部位 这个像骨子选的 比较尽量的一块皮子 在这个完了以后呢 本来干了以后 我们会做 那个 把皮子这个 毛边绘数 处理光滑一个 把它拿下来 拿下来做 做下一次套 套在那个情统上备用的 就告诉是 什么样的情统 对应的皮子 这个 这个是一点点小的 就是让大家 啊 参考一下 哎呀 希望你们多钱 建议 欢迎 台湾的朋友到 大域来 品尝 我的那个奥虎 作品 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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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